昨天的节目里飞车特技指导杜自豪 为我们揭秘了车顶驾驶系统 和俄罗斯币跟拍系统 今天的幕后为您揭晓 翻车镜头背后的秘密 本身我自己对车也非常的热爱 然后也特别喜欢车与影像的这种结合 所以觉得这个拍电影 对于我来说最好的一个职业方向 所以就选择了这一行 《十二生肖》里面 这个戏是基本上 算是我第一次拍电影 我是作为摩托车车手替身 去这样一个角色 刚进厂房的时候 第一个新我注意的就是身后 我们俗称烧烤架的巨大装置 我们这个设备 大概的原理跟那也差不多 就是我们也是一个转圈的 好像就在烤羊腿一样 所以明明它烧烤架 一个转的需要四个 一边两个人 它这个位置还占一个人 我这个位置占一个人 就一边四个人 如果真实是一辆汽车几吨的重 上去之后人是很难转动 我通过我有丝杆的调节 这个架子的高低 来改变它的重心 才能去转动这个轮子 这套装置一般是用于什么样的 拍摄情景下需要它 比如说可能我们看到一段主人公的车被撞 撞完之后翻车了 那么我们想去拍捕捉演员的这个进景反应 那就用这个设备去拍 没有这个设备的话 一般就会采用车不动 转动我们的摄影机 但是转动摄影机这样带来的画面 就是说它的这个人的这个衣服 比如说头发 一系列的 它这个重力反应是不对的 它太瘦了 可以拉紧一下 正常我们穿这种全身维亚衣 然后再套上外套 然后外套呢 再打洞 然后再挂维亚绳 来 三 二 一 开始 OK 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圈的时候 我还蛮能接受 但是你累积那个感觉到第二圈的时候 就多少有点重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 真正能够达到 对 翻车要求的三圈 好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一 二 三 好 停 不好意思 这个八手给你拆掉 没事 没事 现在感觉有点晕了 三圈有点晕了 你先停下来 有点晕 需要缓一下 对 正常我们是从三圈起步到五圈 基本上演员演完之后 他也是需要缓半天的 现在我们从烧烤架上下来了 两只全羊已经烤熟了 我想知道像刚才我们做的这种翻车的体验的话 真正拍戏的时候 拍的条数比较多 还是说一条过的情况下比较多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一条过的 第一次体验 甚至到第二次第三次体验 基本都是演员在找这样一个状态 他得首先了解这个东西 离心里 他自己能不能承受 他如果觉得能承受的情况下 他得去熟悉一次到两次 之后他得加入他的这个表演 你像《巫十二》里边的翻车 就是其实前景演员的反应 以及这些重力 这都是实拍 这一部分翻车的内容 都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些 小的装置一些设备进行去拍摄的 在四海当中最后有一个重头戏 需要到赛车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飞跃 那场戏是怎么去设计的 怎么完成的 当时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用的假人 我们定制了跟演员 一模一样身材的假人 穿上我们的戏服 然后挂上我们的摩托车 现场用了十几辆雕车 去搭出来一个 类似于像我们滑雪用的锁道车 我们搭了一个大锁道 然后通过锁道的方式 很快的速度滑下来 然后砸到那个台子上 大荧幕上了 虽然看不到正脸 但是我知道这一个动作 是我去做的 这个车是我去开的 甚至来说我们作为知道了以后 这一场戏是我指导设计拍出来的 一样也非常的自豪 也非常的心愿 我去看看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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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的 我来说的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